机关被触发 一具尸体从沙发上落入了地下室 很快 尸体被放入了搅入机里 再经过高温烘烤 一旁香喷喷的肉饼被做了出来 美味 也吸引了重的食客 不一会儿 肉饼就必输情 为了补出新鲜食材 理发是只能再办工作 无辜的客人 必常遭杀害 然而 中族只暴不住火 学徒小帅想要偷食 可嘴里好像咬到了什么 拿出一看 是一根手指 他再看向旁边 发现都是尸体 突然 一具尸体落下 小帅吓得赶紧逃离 可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这时 手持踢到的理发师 准备解决小帅 但找了半天也不禁踪影 而此时 火炉里冒出了滚滚龙烟 一个疯婆子发现了异样 他顺着轨迹找了过去 并来到了理发师 这时 理发师已经反了回来 疯婆子刚想说什么 外面又有了动静 害怕路线的理发师一刀 直接将疯婆子割喉 随后 踩下踏板 将尸体沉入了地下室 理发师赶紧安抚他 并答应媒体给他刮个胡子 等男人该坐上去 理发师就举起了刀 一刀直接踏住了男人的脖子上 今天的食材也都备齐了 紧接着 他们开始处理尸体 就在女人打开火炉拉厦 理发师好像发现了什么 地上的女人有点眼熟 仔细一看 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 而她的搭档 早就知道此事 却一直隐瞒 导致自己失手杀了爱情 愤怒的理发师 一把甲荡荡推进了火炉 随后她伤心地抱起了棋子 就在这时 下水道生出一只鼠 使小帅爬拉出来 她捡起地上的踢刀 来到理发师后面 一刀割断了她的脖子 至此 事先再无爵位入笔垫